好再看到瑞穗香两年一度的阿美族联合丰年节 那么去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顺延到今年的5月8号来进行 那么早就已经做好万全准备的瑞穗香公所 也利用这一天相待会预备会来邀请说明 那么也多位代表也关切了活动摊位的招商进度 原本去年就要登场的瑞穗香两年一度的阿美族联合丰年节 嘎杜伐亥丰收记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而停办 今年疫情趋缓香公所也决定将在5月8号来办理 早已做好万全准备的香公所 也利用今天上午的相待会预备会中 先行说明并邀请相待会全体共享胜举 这一次由原民会补助100多万元 相公所编列配合款来办理的嘎杜伐亥丰收记 相待会乐见其成的同时 对于这一次摊贩市集招商进度高度关注 先以在地摊贩业者为征选的优先考量 而上游两个缺额目前也已经由后补业者递补完成 他一样也是严重的 他也一直卖的特色 有特色的 他的意思是说如果可以他们多摆一下 意思是说他们也希望进来 位置够吗 位置够不够 他应该一直在反应 现在20个嘛 现在目前有18开嘛 他已经有其他摊商在排队 那也是很小的 以本乡为主啦 本乡啊 那你那些价格太多了 尽量以本乡为主 我们这个总共设置20餐餐商 然后我们是请部落这边先来去招商 那招商的话 我们希望是各部落的 像一些特色的一些餐食 然后我们现在招商的几种是有18餐 那另外有两餐如果在这一两天还没有的话 我们会开房 那主要也是以本乡为主 其美部落族人 Unplug演唱部落鼓调始祖歌谣 也都将会在5月8号 瑞士乡阿美族Gattu Fahai联合丰收季中再度登场之外 当天还会有原住民工艺 文创品展示展售 以及部落美食摊位饗宴 尤其各部落关注的各项传统竞技竞赛 更是精彩可奇 相公所也热邀乡亲民众 届时一起来瑞瑟国小感受原住民的丰收喜悦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报导